今天我们现场来了四位明星的超人妈妈 他们都是超人妈妈联盟当中的优秀成员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热热有请他们出场 我们下期再见 好 欢迎 欢迎 欢迎四位 对对对对 热烈欢迎啊 热烈欢迎 四位首先跟这个观众朋友先打个招呼 对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轩轩浩浩的妈妈 我是冉玉瑶 欢迎啊 轩浩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小暖男 昂恒的妈妈霍思燕 哦 昂恒 大家好 我是大道小总裁Auntie的妈妈黄盛一 哇 大家好 我是大龄子的姐姐邓莎 嗨 哎 你怎么理解就是超人妈妈 你觉得妈妈应该是超人吗 我不觉得 不觉得妈妈应该是超人 因为我希望儿子是超人 儿子保护妈妈 对吧 在儿子的角度我就应该是超人 对 因为在她需要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 给她拥抱 鼓励她 让她做一个善良有温度的人 去帮助别人 要是受欺负了还得儿子出去是不是 打别人脚面去 我让你打我妈打我妈打我妈 就是这个 你这洗衣服呢 因为她个儿矮嘛 只能她去打脚面啊 喝一碗 当了母亲以后 确实是可以被称作是超人的 像我红现在四岁半 越来年龄越大 然后提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永远要跟得上她的那个脑回路 支持超人 是 但是说到超人妈妈 这个盈盈绝对是一个超人 因为我们的节目的时候 我印象特别深刻 嘎住我的家一个 这个时候你叮一个 抱一个 那个 左手一只鸡 左手一只鸡 左手一只鸭 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 养一呀一只儿 霍斯燕太任性 喜欢动物就养一群在家里 也不注意会不会影响孩子的健康 你养了什么 养了一群啥呀 我们家两只狗 两只猫 然后两只猫生了五只猫 等一下 等下 我们算一下 算一下 两只狗 两只猫 两只猫 生了五只猫 五只猫 加两只狗 再加两只猫 嘿 一共是九只 一个都不傻 对 你还养那么多 搞不得发的 养了一个老公养了一孩子 太喜欢小动物了 觉得这一辈子也离不开这个猫猫狗狗了 当时找老公的时候也是说 肯定得接受这个 找老公的时候也是按宠物的标准 对 你要及着 我要及着 对 你必须爱他们 我才考虑你 是这样的 健不健康这个问题呢 我会觉得小孩子不一定 非要在一个完全干净的环境下来养大他 这样他会更健康 生命力更强大 而且小动物会给孩子 还是培养他的爱心 他的责任心 还是离不开小动物 而且您肯定得把那些猫狗 洗得特别干净是吧 香香的这样才和爱 是不是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有的时候有时候不受货 有时候不受货 保持一定的干净 因为要细菌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第二个 可思念好矫情 一看就是有公主病 居然和孩子撒娇 你帮不帮啊 那我就等着你给我什么时候擦 我才去睡觉 其实我觉得我结婚之前 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女汉子 觉得男生能做的事情我也能做 曾经也有 21天不睡觉去使劲拍戏 其实真的是结了婚生了孩子以后 好像怎么就得了这个病 更爱撒娇 爱撒娇的毛病 被爱这边 这是跟杜老师学的 他爱撒娇 他能得撒娇能得到一些好处 直接把这个球就踢给人家了 后来发现跟隆恒相处的时候 你越撒娇 越跟他软着来 他越爱听话 越爱帮你 对 越来越 对 越来越 名字就好听 能不能帮我一下 嗨 那你生完孩子以后 你是大概在第多少天 比如说我们过完百天 或者过完满月 你大概是在孩子多少天 开始投入到运动中的 我是在产乳期之后 这个词很专业吧 产乳期 一看我就是真的 死这儿 我在回忆我怀孕的时候 我胖出了一个我自己 对 我那时候八二多斤 我生的时候 那天是168斤 在生很多的时候 没有管理好自己体重 特别失败的一个母亲 那时候我太爱吃了 我大概是在四个月 投入到锻炼中 在两个月之内 是在减回原来的体重的 对 两个月减了十个月 减了十个月 胖了很多 所以你两胎 你胖了多少肩 胖了多少 哎呀 我胖了 我胖了 不知道了 不是 因为我刚生完没多久 我现在脑子还是傻死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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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傻 65减45的就是 65减20 20啊 所以你两胎 赶快交换一下 赶快交换一下 能不能再听了